陳生開唱隨性的野台風格 升值人心 但連辦26年的跨年演唱會 今年卻因為口腔發現腫瘤而取消 這讓口腔癌引發高度討論 我們最常見三大因子 菸 酒 檳榔 以及口腔的衛生不良 以及比如一些假癌 一些不正當的刺激 異常的刺激這樣子 頭頸癌包含了口腔癌 口菸癌 下菸癌和喉癌 每年增加大約7900人 死亡大約2900人 國委員研究發現 每週至少喝酒一次的人 比起沒喝酒的人 罹患頭頸癌的風險增加1.6倍 下菸癌風險增加19倍 另外更有臨床研究發現 只喝酒的人 口腔癌風險是正常人的10倍 只抽菸的人是18倍 只吃檳榔的人是28倍 檳榔加喝酒提高到54倍 菸酒檳榔一起來 口腔癌的風險飆到123倍 如果你發現嘴巴裡面 有一些異常的紅斑 白斑 然後異常的腫塊 不管會痛或不會痛 然後超過兩個禮拜 沒有癒合的潰瘍 然後或者是你的運動受限 或異常的出血的現象 那這樣的話 就會建議來醫院來做個檢查 藝人呈生口腔腫瘤 讓國人意識到頭頸癌的可怕 菸酒檳榔跟頭頸癌 有高度的關係 民眾要是發現 口腔有不明的腫塊色斑 要起早到醫院檢查 避免延誤治療的風險 記者 陳軒白 王一仲 台北報導 捍衛言論自由到底 搶救中天 台灣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YouTube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